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 AppleFans 我是Simon 蘋果明星文書包這個單元 自從9月的 iPhone 發表會之後 我們就沒有空可以更新了 因為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 都在幫大家評測最新的 iPhone 14 14 Plus 14 Pro 還有14 Pro Max 以及地表最耐刮最耐磨的 Apple Watch Ultra 如果說這些影片 你都還沒有看過的話 在看完這一次的蘋果明星文書包之後 記得就是回去複習一下 iPhone 14正式推出之後 大家最關心的不外乎就是今年蘋果 還會推出什麼新產品呢 傳聞中10月更新的 AppleOS 16 到底又是什麼時候才會正式開放 這次蘋果明星文書包 就幫大家整理外媒帶來的 哪些最新的消息吧 原本傳聞在今年下半年 蘋果會有兩場新品的發表會 分別是推出最新的 iPhone 以及 MacBook 的筆電 所以在9月蘋果發表會 最新的 iPhone 14 推出之後 大家都在猜10月的發表會的日期 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自己在安排10月的時程表的時候 我們也在想 就是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發表 因為這會影響到我們之後影片的排程 不過在9月底 彭博社的記者 Mark Gurman 就跟大家說 嘿嘿 蘋果10月並沒有打算要辦任何的發表會 年底前要發表這些新產品 全部都要用新聞稿的方式在線上推出 WTF 到底為什麼呢 為什麼蘋果11月不打算一起辦一場發表會 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最重要最有看頭的這個 M2 晶片 其實蘋果早在6月的時候就在 WWDC 上面曝光了 伴隨一起更新推出這台 M2 MacBook Air 全新造型當然也成為那場發表會上面最受人矚目的焦點 但是 M2 相較於 M1 的效能 它整體的提升真的非常的有限 所以接下來蘋果11要發表的這些新品可能就會搭載比較高階款的 M2 Pro 或者是 M2 Max 晶片 同樣他們的更新幅度可以預期了 大概就像是 M1 升級 M2 那樣子 沒有什麼很明顯的差距 實在沒有什麼精彩的看點 值得去撐起一場一到兩個小時的發表會 好 如果真的沒有發表會 蘋果預計要用新聞稿的方式來推出新商品 有什麼東西是值得期待的呢 以目前的消息來看 今年年底應該是會有四款新品要推出 分別是兩款的 Mac 跟兩款的 iPad 那我們就先從 Mac 開始討論了 兩年前蘋果推出 M1 晶片的時候 同時推出了三台 Mac 分別是 M1 的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還有一台 M1 的 Mac Mini 不過今年六月跟著 M2 一起推出了 只有 MacBook Air 跟 MacBook Pro 兩台電腦而已 卻沒有看到 Mac Mini 的身影 傳聞是說蘋果原本是有打算要推出一台 M1 Pro 版本的 Mac Mini 但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M1 Pro 它整體的效能 並不在蘋果的預期範圍之內 所以後來才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推出了一台有雙風扇散熱系統的 Mac Studio 這也讓大家再猜想 蘋果接下來是打算要怎麼去重新布局 他們對桌上型 Mac 的規劃呢 這個答案 Mark Gurman 還也給大家帶來了解答 他表示蘋果並沒有放棄 Mac Mini 的產品線 而且正在開發兩個版本的 Mac Mini 分別是搭載了 M2 晶片跟 M2 Pro 晶片 但它的外觀跟造型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 這也考驗蘋果如何讓 M2 Pro 這一款高效能的晶片 在 Mac Mini 機身內有良好的效能表現 因此當時才沒有在六月的時候跟著 Macbook Air 一起推出 不過另外一個消息就是 Mac Mini 不會有 M2 Max 或者是 M2 Ultra 的版本 這兩個高階款的晶片是要留給新的 Mac Pro 來用的 這似乎也讓卡在中間的 Mac Studio 變得非常的尷尬 因此外媒也認為 Mac Studio 非常可能會變成一台空前絕後的產品 但不管怎麼樣 今年年底前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還是一樣可以看到一台升級版的 Mac Mini 另外一款 Mac 產品 就是在去年十月搭載 M1 Pro 跟 M1 Max 並且重新設計外觀的高階款 Mac Pro 今年一樣會升級成 M2 Pro 還有 M2 Max 的晶片 但因為去年已經大改造型了 今年就真的只有晶片升級而已 原本傳聞是有提到 M2 Pro 跟 M2 Max 兩塊晶片 會使用台積電的 3 奈米製成的技術 這樣子他們與 M2 晶片 5 奈米的效能就會有明顯的差距 但這樣的消息似乎也幻滅了 高階款 Mac Pro 還是一樣會使用台積電的 5 奈米技術來製造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升級幅度很可能會跟 M1 M1 Pro 和 M1 Max 差不多而已 而在我們繼續往下看之前呢 要先來感謝一下這部影片的贊助商 Iversy VPN 你是不是也想跨國追劇跟上最新的影劇話題呢? 是時候入坑 VPN 的行列了 現在入手 Iversy VPN 就可以想要兩年計畫優惠 一個月只要 1.99 美金 就可以讓你跨國追劇沒煩惱 讓你想看什麼就看什麼 完全不受國家限制 不只跨國追劇 Iversy VPN 還提供超過 100 個地區 與 3500 台伺服器讓你切換地點 可以讓你在網路上面隱身 不用害怕隱私在被人侵犯 而且一組帳號可以同時讓你在 10 台裝置上面使用 除了 iOS、 Android、 Mac 跟 Windows 之外 你也可以在 Xbox 還有 PlayStation 上面使用 如果用不慣 在 30 天內還有退錢保障 不想錯過的話 就趕快用一個月 1.99 美金來訂閱 Iversy VPN 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iPad 的產品線 傳聞中變化最多最令人期待的一款 iPad 呢? 肯定就是今年的 iPad 10 雖然說目前還沒有辦法證實說 這個消息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但是已經有 iPad 的配件廠商搶先上架 開始在賣 iPad 10 的保護殼了 從商品的販售頁面來看 可以看到他們所渲染繪製的 iPad 10 跟傳聞中的變化是一樣 而且配件商還有特別標示這款保護殼 文字上面還明確寫著 2022 年的 iPad 第 10 代 以前 iPad 9 還有 iPad 8 都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這似乎也是間接的搶先證實了 iPad 10 即將推出 而且可以看到它的外型有三個大變化 一個是它的邊框設計也變成垂直的邊框 正式的跟其他 iPad 產品線 就是使用相同的設計語言 也表示應該是可以支援第二代 Apple Pencil 的 第二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它的接孔 會從 Lightning 升級到 USB-C 原本的 iPad 9 就會變成 iPad 家族裡面 最後一台使用 Lightning 的裝置 看起來蘋果是已經開始在淘汰 還在使用 Lightning 的產品 這改變當然就絕對是好事 因為 Lightning 的傳輸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改成 USB-C 的好處 不只可以傳輸資料更快 也可以用來外接硬碟或者是外接螢幕 你想要的話拿來幫 iPhone 充個電也 OK 然後第三個變化 就是它在之前洩漏 iPad 開的圖 還可以看到螢幕上面有 Home 鍵 但是在這個產品的頁面上面看到的圖片 已經沒有 Home 鍵的外型了 所以說它的外型 乍看之下還會以為它是一台 iPad Air 5 其他傳聞中的升級功能 包含螢幕的尺寸會從原本的 10.2 吋 升級到 10.5 吋 然後會使用 iPhone 12 的 A14 仿生晶片 同時支援 5G 網路 相機的規格則是可能會從原本的 800 萬畫素 升級到 1200 萬畫素 如果它的售價仍然是維持在 1 萬出頭的價格的話 應該會吸引到非常多人想要買吧 最後一個新產品 當然就是 M2 iPad Pro 了 自從去年蘋果把 M1 晶片放到 iPad 機身裡面之後 接下來會在 iPad Pro 搭載 M2 晶片這件事 就是可期可待的預料之中了 不過因為 M1 iPad Pro 搭配 iPadOS 不只沒有辦法體現 Mac 的操作快感 也沒有辦法凸顯 M1 晶片的威猛 這也讓大家認為 M1 放在 iPad Pro 上面 是一個效能過剩的產物 因此蘋果今年的重點 就是 iPadOS 16 的目前調度這個功能 它讓使用者在進行多工處理的時候 可以越來越像在使用 Mac 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需要大量的記憶體跟快速儲存的功能 所以這也會是今年值不值得升級 M2 iPad Pro 的關鍵 因為如果這個功能並不如預期好用的話 那麼 M1 iPad Pro 甚至是 2020 的 iPad Pro 就已經很勾用了 接下來大家最想問的問題 一定就是什麼時候才會看到這些新產品呢? 這問題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一樣也給我們帶來了解答 昨天他在自己的推特上面發文表示 iPadOS 16.1 只要沒有意外 非常有機會可以在 10 月 24 日這週推出 過往蘋果都是讓 iOS 還有 iPadOS 一起推出更新的 但今年蘋果證實 iPadOS 16 之所以會比較晚 就是因為他們希望目前調度這個功能 可以更加完善之後再推出 所以軟體都要推出了 硬體不跟著開賣怎麼賺錢呢? 另外就是蘋果通常在發布財報之前 要推出的新品都會正式開賣了 就像在去年 MacBook Pro 是在 10 月 18 的時候發表 10 月 26 號開賣 然後它的財報就是在 10 月 28 號的時候正式公佈 今年是聽說蘋果預計是在 10 月 27 號的時候 會發表第四季的財報 所以說新品開賣的時間應該也是會在 10 月 27 號之前 我們就是拭目以待了 好了以上就是這次蘋果明信文書包整理的內容 蘋果10 月可能就是不會舉辦新品發表會 雖然我們終於可以不用熬夜看發表會了 但就少了跟大家互動的機會 也沒有辦法幫大家爭取獎品來抽獎 是有那麼一點可惜 這四款新品正式開賣之後 我們都會幫大家帶來完整的評測內容 也記得就是幫我們訂閱訂起來才不會錯過了 那這裡是AppleFan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我們今天正有首次制定icano 來自下部影片見到 ух到這裡 Journal